今天節目好像爆發出什麼 就什麼陳怡跟李妍謹 喔 有口角的感覺 對 而且OK啦 因為就是各自立場不一樣嘛 對啊 那我們本來就沒有辦法去就是 控制說來賓一定要 立場相同啊 大家各自立場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也還OK 然後因為我覺得妍謹也是很久沒上節目 所以他就是也蠻火爆的這樣子 那我覺得他講也沒錯啦 反正他就是 對 就是我也在旁邊很緊張 我那一整集都不知道講什麼 我一看呆了想說這怎麼辦 因為我就是一個很怕衝突的人嘛 對 通常別人在吵架的時候 我是不太會敢就是去 吵一吹 對介入 對我就比較俗辣 所以我就在旁邊一直覺得 他們怎麼那麼大膽 他們知道在錄影嗎 對 有什麼反應嗎 玉琳哥就比較屬於會山峰的那一個 那因為一個講說真的 就是一個談話性節目 主持人本來就是要有時候會要山峰點火 讓大家可以就是炒熱鬧一點 但我覺得那天連玉琳哥都有一點點就是覺得 好 可以了 就是效果已經可以了 對啊 嗯 我不知道他跟那個製作單位是怎麼ray內容的 但是應該是說錄完之後 他們兩個有私底下講話 然後严謹有一直跟他說 啊節目效果不要太在意 那你會覺得你眼睛當下的那個炫化手套 是不是太重 就是他比較衝 他就是因為表現方式不一樣 對因為他的眼睛的方式是比較就衝出來的那一種 所以當然會比較 喔我覺得有點嚇到 那陳怡是講話是沒有很衝但是力道很夠 對因為他就是講話是溫溫的但是 其實內容也是還蠻刺激的 對 所以我就 其實不太需要我覺得大家 我都謝謝他們 其實講真的 每一個 我們做談話星節目 本來就是大家來分享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只要願意真心的講自己的事情 我都很覺得很感謝 我都很感謝你